萌翻中外的石铁兽大熊猫 为何租借给17个国家 就偏偏不租借给印度 甚至逼得印度单方面制造起了熊猫 什么熊猫大象 熊猫鳄鱼 果然没有什么能难倒三哥的 无论是西方强国 还是周边邻国 都租借到了我国的大熊猫 为什么自称世界第三的印度 单单租借不到呢 这里面有什么引擎吗 首先 我国的国家 国宝大熊猫 可不是谁想租借就能租借得了的 就拿荷兰来说 历任三个首相 往返中国20多次 整整努力了15年 才拿到了熊猫的租借合同 而这份租借合同也是十分严格 一对亚成体大熊猫 租期通常是10年 而且是两只起租 一年租金100万美金 租期如果生育幼崽 每只还要再向我国额外支付60万美金 当然 这些小熊猫三岁时 还要归还给我国 除了最基本的租金 租借方要自己证明有足够的饲养能力 制定好使熊猫受益的研究计划 即便租借大熊猫的条件如此严格 仍有许多国家不断前来申请 前面提到的荷兰 为了能让两个国宝过得好 市资约5100万元人民币 建造了总面积9000平方米的豪华熊猫馆 一砖一瓦都是中国传统工艺 2012年租借到法国的熊猫不仅有2.5公顷的大厚斯 还配有专用的冷库和厨房 而比利时为了不让两只大熊猫在中秋节感到孤独 专门组织了歌唱团队给熊猫演唱水调歌头 不得不说 大熊猫完全就是被当作祖宗一样攻着 你以为大熊猫去了其他国家真的啥也不做 只能悠闲地躺着吗 呃事实确实如此 它们躺着就能挣到钱 日本甚至还兴起了熊猫经济 熊猫所到之处 商家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不仅有各种熊猫周边 甚至街道上还有各种横幅应援 日本的一家动物园就因大熊猫的到来 拉高了整个线的GDP 每年给动物园带来267亿日元的收入 当然也有因为养不起被退回来的 那么实力不俗的印度也非常痴迷大熊猫 为什么次次都遭到了拒绝呢 来呀快活啊 印度租借不到熊猫只能望眉止渴 将自家动物装扮成熊猫模样 自娱自乐 我国为什么不把大熊猫租借给印度呢 首先还是经济原因 虽然印方总是以世界第三大国自称 说自己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但是经济发不发达 并不是光靠嘴说的 众所周知 印度是一个口嗨大国 03年看到我国神武载人飞船成功发射 自己也说要在08年实现无人太空船登月 后来确实无人登月 之后他们又在网上炫耀自己的国产高铁 是印度最快的国产列车 时速160公里 结果被火眼金睛的网友发现 竟然是两倍速播放 就这整活方式 谁敢轻易相信他们能给国宝好的待遇 且不说印度还有许多贫民窟 那里的穷人连吃饭都是问题 哪里还有多余的资金饲养大熊猫 毕竟我们的国宝可不吃画饼那一套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气候问题 我国的大熊猫主要生活在长江上游的河谷袜地 这里空气凉爽湿润 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 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可是印度呢 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气温超过了40度 中年高温 我们的国宝可过不了这么苦的日子 这要是去了印度 非得把一身皮草给熬没了 要知道 作为被租借出去的大熊猫们 也是很辛苦的 有的国家不舍得为新鲜竹笋和嫩竹 结果让熊猫的身体每况愈下 就比如租借给泰国的熊猫创闯 它的突然死亡 就让人很难接受 而且每只熊猫的租借期是十年 猫生最好的大半辈子 就这样奉献给了祖国的外交和平事业了 所以在租借大熊猫的问题上 我国非常谨慎 但是谁能想到 租借给美国的熊猫 竟然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对待 旅美大熊猫疑似遭到虐待 视频曝光后 普寿如柴的熊猫 却被美方说成自然老去 而印度因为租借不到大熊猫 把自家的动物装扮成熊猫的样子 妄为止渴 为何有些国家得到后 却不懂得珍惜 租借给美国的大熊猫 鸭鸭和乐乐 生活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动物园 但是从2020年 网友陆续发出的视频来看 鸭鸭和乐乐都变得瘦骨灵巡 生活环境也变得脏乱差 就连鸭鸭饿了 乞讨食物的时候 饲养员也不提供食物给她 鸭鸭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新鲜的竹子吃了 两只果宝啃着青黄的竹子 再无曾经的可爱模样 对此有网友推测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动物园的收益下降 鸭鸭和乐乐的生活质量 才会变成这样 面对网上越来越多的质疑 美方后来明确表示 两只年满22岁的熊猫 看起来骨瘦如柴 是因为它们步入老年阶段 属于自然老去 甚至它们还有皮肤遗传病 所以才导致其自身状态不佳 但很明显 喜欢大熊猫的国内外网友们 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 一般说来 大熊猫的平均寿命在25岁左右 如果人工饲养良好 健康地活到30岁以上 是没有问题的 合约到期回国的大熊猫白云 27岁高龄怎么就白白胖胖的 看起来非常健康 一点都没有老年大熊猫的样子 所以根据对比 熊猫年龄大 很显然就是一个借口 据悉 鸭鸭和乐乐早在2013年 就已经合约到期 再次续约后 才又留了下来 两只国宝的回国时间 是2023年 总之最后希望 鸭鸭和乐乐 能够早日平安回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